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当你打开一台电脑,它的核心都藏着一块看不见的绿板 对,就是那块主板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家靠这块主板打天下的传奇品牌 GIGABYTE 一个你可能觉得挺熟 但其实故事比你想的精彩得多的科技巨头 别看它平时低调,这家公司可是用30年时间 硬是从一间台北小公司变成全球主板市场的霸主之一 那么技家到底怎么做到的 又是怎么在一场场产业风暴中生存下来的 我们今天就来揭开它的完整成长故事 时间拉回到1986年 当时台湾正值电子工业快速成长的年代 刚成立不久的新竹科学园区 吸引了一票工程师和创业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技家科技悄悄诞生了 创办人叶培成,原本是工研院的工程师 他看准了一个机会 IBM PC兼容机开始流行 而主板也就是电脑的核心控制中心 需求越来越大 于是技家一开始就专攻主板设计与制造 技家的创办团队除了业培成之外 还包括了其他几位具备强烈技术背景的合伙人 他们当时共同成立的是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只有新台币250万元 办公室就设在台北内湖的小工厂里 技家早期的组织极其扁平许多员工 一人身兼数值 从硬件设计焊板测试到客户支援通通包办 也正因如此技术底子打得极深 技家当时的技术重点在于解决主板的新兼容性黑洞 在DOS年代许多周边设备如生卡 网卡都需要手动设置跳线 设置错误就当机 技家的工程师通过优化电路设计和BIOS编码 让他们的主板能像积木一样 极插极用极大的降低了DIY门槛 这种技术上的利他主义 是技家早期口碑爆发的关键 这种极插极用的能力并非偶然 技家工程师在BIOS微码层microcode做了大量底层优化 确保了对不同芯片组与周边设备的init code 初始化代码兼容性 在电路设计上 技家率先引入了多层印刷电路板PCB技术 有效地降低了电磁干扰EMI 这对于提升主板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注意哦 是设计也制造 这在当年可不简单 很多厂商要嘛 只代工要嘛 只设计 技家从一开始就走技术内建的路线 初期的技家不大 但成长非常快 靠着对技术的执着还有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 技家的主板逐渐打开知名度 尤其是当时还处在DOS系统 Intel 386处理器刚流行的年代 一块稳定又能支持新CPU的主板 简直是DIY玩家的命脉 到了1990年代 技家的名字已经开始在欧美DIY市场冒出头 技家能快速崛起 另一个关键是它与Intel Intel的超前合作 在1990年代 Intel对主板设计的要求极高 但能通过其严格认证的主板厂寥寥无几 技家凭借其扎实的技术能力 在Intel新CPU发布前数月就能拿到芯片组资料 甚至参与联合调试 这使得技家产品能在 第一时间完美支持最新处理器 这种比竞争对手更早更深的合作关系 保障了它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先供货权和技术领先性 技家的海外突破点 是在1994年成功打入美国大型实体通路商 Compio SA的供货名单 随后在2000年后快速搭上了 Niog等电商通路的浪潮 他们为此专门设立了北美分公司 逐步把GIGABYTE品牌由台湾OEM转为国际品牌 他们坚持高兼容高稳定功能齐全 甚至在那时候就推出了 DUO BIOS双BIOS主板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如果你主BIOS坏掉了 它还有一个备份的保护你的电脑不当机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技界的保险 这种技术创新让技家迅速在DIY圈打响了口碑 到了2000年代中期 技家推出了一个让玩家印象深刻的技术口号 超耐久Ultra Durable 它不是一个单一技术 而是一整套用料标准 采用全固态电容低电阻式晶体管两倍同PCB设计 当时主板市场上曾出现电容爆僵的质量风波 而技家的超耐久就像是给玩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明确告诉消费者 我们的主板更耐用更稳定寿命更长 超耐久 这三个字彻底固化了技家稳固如磐石的工程师品牌形象 不过当年的主板市场并不只有技家 还有微信MSI 华硕 ASU4 精英 ECS 全都是很角色 而其中最大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台湾厂 华硕 这两家公司从90年代一路逗到现在 主板市场的双雄争霸就这样形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 微信MSI在竞争格局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如果说华硕和技家是双雄 微信则凭借其强大的OEM ODM制造能力 以及近年来深耕电竞笔电领域的先发优势 在主板和显卡市场与前两者 形成了紧密的三组鼎立之势 这三家台湾公司共同构成了全球硬科技的强大支柱 有趣的是 技家和华硕之间其实有一点亲戚关系 两家早期的核心人员 有不少是当年从红旗或工研院出来的技术骨干 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而这华硕加技家的双雄格局 以及后来的台系三雄 华硕技家威星 也逐渐成为全球主板市场上台湾制造最强的象征 不过技家的风格跟华硕不太一样 华硕一向主打品牌形象高端精致 喜欢打广告赞助电竞 技家走的是技术挂帅 用料扎实稳定可靠功能丰富这一路 它们的主板从来不是最便宜的 但一定是你用的最安心的 你可以说华硕像是精致的苹果风格 技家则更像工程师的老友 稳能打不花哨 到了2000年以后 PC市场开始高速爆发 很多人只认识零售市场上的技家主板 但其实技家也是各大品牌电脑 背后重要的ODMO EM供货商之一 它扮演了幕后英雄的角色 许多你用的大牌电脑里 藏的正是技家设计的心 技家主板逐渐成为全球前三大品牌之一 除了主板它还扩展到的显卡电源 机壳笔电周边设备 在显卡业务中 技家一直是NVIDIA和AMD 发布旗舰GPU时的重要首发伙伴 例如在高端显卡领域 技家的Aeros Extreme系列和Gaming OC系列 以及非公版PCB设计 巨型三风扇散热系统和一键超频功能 成为超频玩家和重度游戏玩家的代表性选择 技家在显卡市场成功做到了 型号和价位的全覆盖 从入门及到顶级支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与主板业务形成强力互补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副产品线 就是他们的Gaming品牌Aeros Aeros的诞生其实是一次战略转型 因为到了2010年前后 DIY市场发生了变化 打游戏的人变多了 电竞产业新奇了 主板已经不能只是稳定 还要帅友灯支持超频 一堆USB电竞声卡 简而言之 你不炫就没人看你 技家于是推出了Aeros这个子品牌 用来主打高性能电竞平台 Aeros这个名称 其实是从Aurora极光 和Osprey鱼音两个字合成的 象征速度与视觉冲击 它首次亮相是在2014年 德国科龙游戏展Gamescom 当时技家用Aeros笔电现场展示 即时4K游戏运行 首次让全世界玩家认识这个新生儿子 Aeros这个名字 对应的logo 是一只极具速度感的樱头轮廓 象征速度力量精准 你可以理解成 技家是技术派父亲 Aeros是打游戏的儿子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技家在电竞主板电竞笔电领域 站稳了脚步 在2017年以后 技家的Aeros系列笔电 甚至跟微信ROG正面竞争 成为不少高阶玩家的首选 不过技家的成长也不是没有问题 2010年代中期 技家也曾遇到内部管理结构的问题 技家对服务器领域的布局 其实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 早在2000年初 他们就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器事业部 并以GIGABYTE TECHNOLOGY的名义 独立运作 专攻企业级解决方案 他们深知主板的电源调教 散热设计 超高密度集成等核心技术 可以直接平移到服务器领域 可以说技家在服务器业务上 并非是风口来了才转型 而是风口来了 我早有准备 这让他们在2020年后的AI服务器竞赛中 才能迅速卡位 组织庞大 创新速度下降 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磨合也出现瓶颈 尤其在面对Intel和AMD的频繁CPU平台更替时 技家有几次新品推出慢了一拍 让竞争对手趁机强势 还有在笔电市场 虽然ORUS打出了名号 但整体出货量 人远不如红旗华硕联想这些大厂 而技家也曾尝试打入服务器AI边缘计算 公共系统 但这些领域的竞争更激烈 要吃下一块蛋糕可不容易 不过技家有个一直没变的核心优势 就是它超强的硬件整合能力 随着全球PC市场重心逐渐向移动设备笔电倾斜 主板的战场也从台式机转向了笔记本电脑 技家的挑战在于比电主板的定制化程度更高 对散热和功耗要求更苛刻 然而技家依靠其在高密度电路集成 和电源调教上的核心优势 成功地将台式机的高端技术 移植到了ORUS和ORUS笔电主板上 确保它们在极限超薄设计中 仍能保持稳定高效 它们不像很多品牌只做设计外包 而是从PCB设计 电源调教散热系统到BIOS开发全都内建 这让它们能不断推出 让工程师玩家、OEM客户都满意的产品 到2020年以后 技家开始在AI服务器 数据中心工业电脑电竞笔电多线发展 也跟Intel AMD NVIDIA保持密切合作 推出相容性超强的平台 虽然品牌形象始终偏技术向不太花俏 但在科技人的圈子里 它的名声是极稳定的 如果你今天走进一间做剪辑 做工程、做网咖的工作室 十有八九都会看到技家的影子 而这家公司一路从主板打起 靠的是扎实的技术精准的市场判断 还有低调却强硬的风格 但你以为它只是硬件品牌 那你就小看它啦 你以为技家只做主板 不,它现在还想做AI的大脑 电竞的神装 元宇宙的基建商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不是技家曾经有多强 而是它如何不被时代淘汰 甚至还找到新机会 而它的关键武器竟然是一台服务器 2020年以后 全球开始疯狂谈AI 从自动驾驶智能程式到生程式AI 每个应用都需要庞大的算力 这时候一个冷门却关键的产业悄悄升温 AI服务器 而技家正是最早一批 主板转服务器的玩家之一 其实技家早在2000年代 就有涉足伺服器与公控电脑 但那时候只是配角 真正让它转型成功的 是2020年之后的算力风口 不同于消费市场打广告拼外星 服务器市场比的是技术细节 散热效率 电源稳定性整机部署GPU兼容BIOS调校 这些正是技家最擅长的 它推出了一系列AI服务器平台 例如G-Series,H-Series 支持多颗NVIDIA GPU或Intel AMD高阶处理器 瞄准的数据中心AI推理平台 甚至军工与科研单位 尤其是2023年后 AI浪潮全面爆发 其他的GPT带动全球训练模型热潮 技家成为背后支撑这些模型运作的基建提供者 虽然你看不到它的logo在广告里闪亮 但它却实实在在把AI变得更快 更稳定更节能 而且技家还进一步整合夜冷系统 边缘运算平台 GPU集群解决方案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做主板的 已经变成了卖系统方案的企业 但技家也没有放掉消费市场 除了高性能的Aros电竞平台 技家还面向专业人士推出了Aero系列 Aero不是追求眩光和极致速度 它追求的是极致的色彩 准确度高色准屏幕 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以及低调而高效的散热优化 Aero精准的瞄准了剪辑师 动画师 3D建模师等专业创作者 他们需要的是一台能将色彩误差降到最低 且绝不当机的生产力工具 这体现了技家一个很聪明的市场分众打法 Aeros负责刺激娱乐 Aero负责稳定创作 这比只做一堆饭电竞产品来得精准得多 他们不像Apple或ROG那样广告铺天盖地 但在董行的人眼中 Aero的专业规格是极其物有所值的专业工具 你可以说技家不是在讨好所有人 而是专做董行的少数人 除了产品限分 众技家还在另一个领域布局 那就是永续环保与ESG治理 近几年它投入大量资源在绿色制成 低碳设计碳白透明化上 举个例子 它是台湾首家采用100% 在生铝材料外壳的笔电品牌 还推行Rose无毒认证 电源供应器高能效认证等等 甚至它的主板包装和内衬材质 近几年也开始全面改用可回收环保纸 听起来虽然不像科技亮点 但这些却是未来全球品牌无法回避的挑战 尤其是打国际市场ESG表现不好 连通路都不给你进 所以你看技家不只在技术上转型 也在企业体制上升级 但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坦白 技家的转型不是完全没代价 从2018年到2022年 它有一段营收停滞 毛利下降的震荡期 其中一个关键的变量是 加密货币挖矿 在2017和2021两波挖矿热潮中 技家显卡曾被抢购一空 一度是毛利率最高的产品线 但也因此在挖矿泡沫破裂后 库存暴涨 售后退货 激增财报大受影响 技家之后开始调整策略 不再只依赖单一市场热度 而是分散在游戏 AI运算创作绘图等多元用途 主板市场萎缩 显卡利润压缩 消费端库存过高 加上中国市场竞争激烈 技家面临巨大挑战 他一度被质疑转型太慢 电竞不如ROG 服务器不像Supermicro专业 甚至在台湾本地媒体评论中 也有人认为他营销风格过于内敛 相比竞争对手在快速抓住市场热点方面略显不足 但技家很清楚 他不需要炒热度 他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好 于是他做了一件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事 组织重构 他成立了多个技术事业群 把主板显卡笔电服务器分成独立BU运作 并成立全球策略中心 来统一品牌 也把过去分散的海外销售团队整合 导入更系统化的CIM和通路管理 一句话 他不再只是会做产品 而是会管理品牌 这在台场中是一个难得的转变 那技家现在到底做的如何 我们来看几个数字 截至2024年 技家在全球主板市占约17% 排名稳居前三 显卡部分跟微星华硕一起瓜分大宗出货 AI服务器与高阶运算设备成长率超过30% 并拿下不少东南亚与中东的政府标案 虽然不像Google AWS这样全球曝光度高 但技家的在地生根型方案 在亚太区政府与研究单位中非常受欢迎 电竞笔电部分虽然市场不如联想红旗庞大 但AORUS与AERO在欧美创作者 与发烧友中有着极高口碑 更重要的是 它不靠补贴不靠炒作 靠的是稳准很的产品节奏 技家虽然不是最炫的品牌 但它就像你电脑里最可靠的零件 你不会天天想起它 但它从没让你失望 回顾整个技家的故事 从1986年的主板公司 做到2020年代的AI运算与系统整合专家 它靠的不是行销术 而是技术力加转型力 它是一家讲人话很少 但懂你需要什么的公司 它不争第一 但它总是撑到最后 或许它不是你电脑上最显眼的logo 但它是这个世界运转中最可靠的一颗心 在这场科技长跑里 技家不是最会讲话的选手 但它总是跑得最稳最远 这也许才是台湾硬科技最真实的模样 这就是技家Gigabyte的故事 这也许才是台湾硬科技最真实的模型